疫情升溫 已讓民眾搶買防疫保單 但眼中因為買氣過熱 所以是有不少產險都已經下架了 但是國泰還有旺旺有聯 也跟進來停售 至於富邦產是率先推出了最新的防疫保單 取消了確診 還有隔離的理賠金 只有住到負壓隔離病房 或是疫苗不良反應等情況才會理賠 不過因應疫情的政策調整 儘管會和業者是協調 排版定案 已經售出的防疫保單 在無症狀或輕症居家照護 會比照一般住院理賠 民眾排排等佔據整個街道 國內本土確診 持續突破四位數惹得民眾心慌慌 這陣子防疫保單買得勤快 只不過許多人想買 未必買得到 最近就上網看 就已經都買不到 下架了 我先生公司有人確診 所以我那時候才想買 但是已經沒有了 就最近而已 買氣太過狂熱 就怕理賠風險失控 多家防疫保單 紛紛下架喊咖 十九日再增兩家停售 包括國泰產線 和旺旺有連 原來表定賣到下午 只不過一度官網大當機 無法線上投保 所有的那個風險值以及那個建數都超過我們公司的一個可以容納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們必須做一些停售 隨著疫情變化後 多家產線考量風險 未拿量防疫保單 接連下架要大改版 其中富邦產線率先推出最新防疫保單 取消確診和隔離理賠金 只有住境負壓隔離病房或疫苗不良事件等等才有理賠 就看民眾買不買單 不過因應輕症居家照護陸續啟動 金管會則先拍板 防疫保單 理賠原則無症狀或居家照護 將比照一般住院理賠 所以理賠申請文件裡面 就是淵上你是理賠申請書 然後還有隔離通知書 要付這個文件 金管會在與傳說險公會協調後 針對已經售出的防疫保單 放寬理賠認定 居家照護依住院理賠 依隔離期間認定為實際住院天數 但如果是輕症居家照護 無需住院治療 所以加護病房或負壓隔離病房的住院 日額保險金就不會給付 記者傳訊室常委 台北報導